大家好 我这颗月季是七年开春的时候做扦插的 现在它的花刚刚凋谢完没多久 由于这段时间雨水比较多 同时又出现了一些小问题 顺便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该如何处理这种月季 让它快复的恢复生长 由于一长时间的积水 所以我这颗月季得了一些轻度的叶斑病 大家看到没有 这些叶片已经发黑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要处理的 首先是给它剪掉这些受损的叶片 像底部的这些我们给它剪掉 如果说没有受过病害的话 我们可以保留它 因为这些叶片还可以光合作用 可以让它更快速的恢复 如果没有叶片的话 会影响到它的生长 那么我们处理完成这些叶片之后 接下来就是给它用点杀菌药 像这种甲基硫菌磷 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还用一些带生猛心 或者多菌磷的话 这个效果会没那么明显 用这种甲基硫菌磷对水一笔一千 给它喷湿整个子猪 最好连续给它喷湿三到五次 大概三到五天给它喷一次就可以了 如果我们嫌这个猪形太高的话 也可以把这一边给它剪掉 因为这一条已经没有叶片了 它的光合作用太少 我们除了给它喷湿叶片 也要浇灌一下这个土壤 同时给它进行土壤 下均下毒 等到它慢慢恢复正常了 我们再给它换个盆 重新换土 因为这些土 它带有很多细菌病菌 如果不换新的话 后期也是很难养护的 好了 这一期就暂时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